是的,你是最棒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蒙法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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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其中讲到啊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了求一经一句 为了求一句一记舍生命 为了我们 你们这几天来到寺庙里 也看到义工菩萨们这样子辛苦的奉献 他们我们在座的人说苦 你跟义工菩萨比起来哪个苦啊? 他们很早就起来了 他们很早就起来了 出钱出力 无怨无悔的 所以这个圣贤之道能够延续到今天 就是靠这股力量 所以你们也能够体验什么叫 鞠躬净瘦死而后已 鞠躬什么意思啊? 都是静力的去做 静瘦把生命最精华的东西拿出来 把自己生命都奉献 一直到他的 所以还有 春残到死四方禁 这些都是形容一个大善良的人 圣贤者 为了帮助我们人类的进步 为了减少我们人类的灾难 要付出的这些努力 都是这样 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看到佛菩萨的影子 我们在庙里面这么多天 我们那尊释迦佛是缅甸玉的 运过来运费就要十多万二十万 但是我们宁波地区最大的缅甸玉的 整体那一个整体好十几吨重的 一尊缅甸玉佛 除了那个庄严的玉佛之外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真的我们这个寺院里有菩萨 有没有看到 所以为什么我喊义工们是菩萨 你们能理解了吧 生活当中就有菩萨 生活当中就有菩萨 我们学了理论 然后我们把自己能够去磨练 把它能 越来越符合于这个圣贤之道 就看着这些菩萨 一灯灯相传下来 然后我们也能够延续住 延续 这个生命 你看同样是生命 大家获得一个身体 但是获得身体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不一样的 像佛陀 佛陀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啊 百福庄严的身体 它是三大阿森底结 极具福德所极具的身体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佛陀的身体一眼 我们就消无量的业障 那反过来说 那如果是 那有的人身体是什么 它是罪恶的身体 那个罪恶的身体 如果在经典里看 就是讲到 如果他是做医生的话 他按照方式给别人治病 不但治不好别人的病 别人小病被他治过变大病 大病被他一治就没命 你看 所以我们的人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要学会在人间 要清净善有 物以类聚 要学会清净善有 所以我们忏悔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忏悔到 过去啊 我是违背良思 邪尽恶有 我过去违背过良思 我没有想 好的我反而没有靠近 反而我违背背叛他 我对那不好的 我去把他当朋友 那就糟糕了 就形成了叫 敬诸者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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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佛在比较 基础的经典里 阿含经里面佛陀就告诉我们 世人本不善 清净与善人 这个人本来 他的并没有多大的善根 但是他呢 清净与善人 他靠近善人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后必成善人 不怕他自己成善人 连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善人 所以善民骗天下 这说明什么 后天也很重要 对不对 这是不是后天的 他先天并没有多好 世人本不善 这说明他并不好 但是他后天清净与善人 后来就变成善人 善民还变天下 佛陀用另外一方式 又重复一遍 说世人本不恶 他说这个人先天很好 并不恶 先天性很好 但是清净与恶人 后天 他清净与恶人 后必成恶人 恶民变天下 所以才有乳交里面 孟母三千的故事 你看孟母 他只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之后 他出生的地方 隔壁邻居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 是坟墓 是坟墓 然后别人呢 常常在那边有那个做丧事的事情 对不对 办丧事的事情 然后小孩子就从小天学会办丧事 妈妈想 哎呀 这个怎么可以啊 再办 第二次办 怎么样 邻居是什么 菜市场 哎呀 菜市场 杀鸡杀猪的 于是他们的儿子啊 孟子就开始也学杀鸡杀猪 然后妈妈一想 这个也不行啊 要学圣贤之道 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这些都没出息的嘛 再搬家 然后选择邻居是谁啊 学校 哎 学校 学校自然有朗朗的读书生穿出 自然有因因学子 自然有啊 有学问的先生 对不对啊 这小孩子耳濡目染 那 这就好 我们现在来到寺庙里 看到的佛的形象 读的是佛的思想 啊 然后跟的是佛的弟子 我们这个就是佛 两千五百年以来 代代相传下来的 佛的亲的 这个弟子 诚 诚诚佛教的人 那你想想 我们这条道路是不是对的 哎 你说如果你不是到这里来 你在家里会什么样 你想想看 你回家这家怎么样 一天至小时 至少几个小时看电视 对不对 然后没事睡觉 下午睡到几点知道吗 自己也不知道的 下午开睡 睡到几点算几点 对不对 然后要不要上电脑上网 肯定的 然后是你上网 还是网上你 就是啊 你们是葬身于电脑之中而已啊 有什么能力去那个啊 你想我们里面拍片子啊 做视频啊 做文字啊 专栏啊 做图片的这个报导啊 那我们是创造这个网络的 我们是网络里面输出好的讯息的 我们才是玩电脑的人啊 你们是被电脑玩啊 要不要从里面解放出来 那谁努力你们的呢 是不是电脑硬把你们拉进去的 是不是自己愚痴知道吗 自己愚痴 叫地狱无门 自来头 自来头 那电脑也没有门的 所以我们这个人要不要有点理智啊 没理智怎么样 没有理智的话 那不就地狱无门自己照了一个 所以大家想想看 同样的时间 如果在家里二十四小时也是二十四小时 在这里也是二十四小时 哪一个有效率 这里有效率 那家里面那个是昏天黑地 自己被埋没的 我也过过暑假 我们以前过暑假 天天睡的头都脏了 睡到后来头都脏了 哎呀 走起来昏天黑地一下晃晃悠悠悠 就知道睡太多了 睡太多头会不痛 会痛 要么就啥 就泡到 泡到那个池子里 泡到那个河里 泡泡泡泡 从中午泡泡到晚上回来 泡到 哎呀 手都打皱了 这个指甲都泡得白白的 然后脸都泡得红红的 对不对 你们现在还没有这么个自然环境呢 还没地方去泡呢 我们小时候河水还没污染 短短几十年 现在河水基本上都污染了 你哪里还看到我们灰瑞寺这样的水啊 清澈的 对不对 你看就这个好嘞 我们就灰瑞寺这个自然环境好嘞 三这么绿 谁这么青 哪里有 有没有 有 有 哇 学了两天大德经都有哲学思想 好 我们不说了啊 刚才是你们吃过面包了 给你们消化消化 下面我们继续讲一课啊 讲第十一章 来我们一起读 三十福共一孤 当其无 有车之用 三田以为弃 当其无 有车之用 三田以为弃 当其无 有势之用 有始之用 有 有 有之以为力 无 无之以为用 这里面就告诉了 你说老子是无人的吗 他是大有作为 大有作为 但是能不能就说 啊 这个 就是我执着在这上面 不能 一个车轮 自行车 你们家有没有看过自行车 自行车的那个轮胎 那个是多少个钢丝 没数过的吧 老子告诉我们 三十个钢丝 我们比个例子说啊 或者是老子当时的自行车 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 当时的是三十个 三十个那个 就是形成了制造出一个车轮 当其无 有车之用 这个道理懂吗 如果不懂再继续往下比喻 三田以为弃 当其无 有弃之用 这什么意思呢 你们有没有去过桃巴 桃巴有没有 自己有没有做过茶杯 有没有看过别人做过 拿那个米巴 拿那个轮子上一转 所以把它捏捏捏捏捏捏捏 捏一个空心的出来 如果那个米巴就放在那边 不捏空心 有没有用 虽然有米巴 却要把米巴捏空 捏空了之后才能有一个茶杯出来 对不对 那你把哪一块米巴 为什么要把它捏空 这就是辩证的 你不捏空怎么能装水啊 不装水杯子哪里来啊 那你那个米巴的用处有吗 你要想体现出你米巴的用处 你就要把这个米巴给捏空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有个人 我们现在是神 我们这个人 如果你不谦虚 你做什么事情 不知道忍让 那你这个人有没有用啊 没有 那没有用 你还仗买别人呢 我只很强 你仗不仗不仗买别人 那我们这个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 夏令营 这么多人 我每个人都很谦虚 都是这样的话 是我们压力 夏令营就很成功了 对不对 有一个你很刚强 我就不给你学 你们安静 我偏不安静 我都捣乱 你说他这个夏令营 是不是被他破坏了 对 他自己学不到的东西 不算 他要把这个给破坏了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人 越是有用的人 越要什么 无我 哪怕就是做事情 你也是要无我 无我才能做事 做事后还要无我 所以 山田以为弃 当其无 有弃之用 这才叫有弃 所以我们学修行的人 学佛的人叫法弃 你是不是法弃 就这样 做户有以为是 当其无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户是什么 户是门 有是窗 这个房间有门有窗 这个房间有门有窗 为什么要有门有窗 这个不被这个空间束缚啊 有其用还要当其无 对不对 如果现在在你 这样的房间里 进去了之后 门也关得死死的 窗也给你弄得死死的 哇那你变成怎么样了 这个房子变成你的牢狱了 对不对 你不是住的房子里怎么样了 这变成关紧闭了 关紧闭了 关紧闭要不要 另外我不住这个房子 我也不进去关紧闭 你们有没有看过紧闭史啊 紧闭史很恐怖的 那个门是厚厚的 不透光的 也不透声音的 窗子根本没有的 唉唉滴滴的 往里面一变门 蹦闭关起来 连狗都不要住的 唉唉 我反过来说 你这个房子 你那个门做得又漂亮 窗子又大 你把这些没有地窗 你这个房子好不好 好 这就好 所以开户有以为石 把这个石还要 把这个石的这个束缚还要去掉 有石之用 当然这个石 还不能有这个石的这个束缚 你要变成一个紧闭石 你都不喜欢它的 所以当其无 为什么要开户有 开户有 就是要当其无 再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房子的这个呢 因为可以遮 可以遮风避雨啊 所以有这个用 是的这个用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现在也是这样 那个钱 那个钱 钱是 钱有好不好 有钱好不好 有钱是很好 但是你舍不得用这个钱怎么样 好不好 好 好 那就变成什么 俗财奴 俗财奴 油 是很好 但是你如果不当其无 你很重钱 啊 是吝啬鬼 划一个铜板 哇 像拔一根毛一样的 不形容 吝啬的人 叫铁公鸡 然后就那个意思 有钱当然好啊 但是你不肯用就不好了 叫富 你如果不用就不贵 反而变吝啬鬼 手财奴 变真钱的奴隶 对不对 所以叫君子故穷 你懂吗 因为君子不把钱放在眼里的 有就用 没有也无所谓 懂不懂 所以君子 君子手中有钱 心里没钱 知道吗 你们要做君子还是做小人 君子 小人是手里没钱 心里装的都是钱 拔出银银狗狗 都是为了找钱 钱是命 运是狗食 这就糟糕了吗 君子就不一样 君子有钱也当没有钱一样 所谓的 手里虽然外在的有 但是心里没有 心里没有 所以这里就这样 不为钱所走食啊 不为钱所屈尊啊 这样子 小人就不一样了 小人就有奶便去娘了 才有钱 不要说身体呢 我连灵魂都可以卖啊 只要可以卖我就会卖啊 钱是那个 所以我们要学圣贤之道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有可以 但是要当他无一样的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第十二章 我们再念一下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十拼网 十拼网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 令人行防 是以送人为父 不为目 故去彼取此 死 我们 如果你看到眼花缭乱的 色彩缤纷的 就会怎么样 我们有一句 这个词语可以连起来的嘛 叫什么 燕花缭乱 下面一句叫什么 目不暇 目不暇接 这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 五色令人目盲 你知道吗 色彩太缤纷了 你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你还有没有 有空余的眼神啊 有没有啊 没有了 走在大街上 一看到那世界名牌 眼睛都流口水哦 眼睛冻着 小孩子看到玩具 哇 电动玩具 呆在那边 然后就开始 整个的 整个的 眼睛都被吸去了 眼球都吸去了 对不对 叫吸人眼球 叫五色令人目盲 知道吗 这意思懂了吧 五音呢 声音 很美妙很怎么样 我们的耳朵是不是都被吸去了 还有没有多余的那个 啊 如果你这个全神灌注的 都听的那个很优美的声音的时候 这时候你妈妈喊 啊 马上马上吃饭了 听不到 听不到 为什么 耳朵没有余的这个声音 听起来 全神灌注 全部都都听那个声音了 五味呢 哎 五味令人口爽 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人要什么呢 哎 要清淡 口中吃得清和味 口中吃得清和味 这什么意思啊 清淡了你这个口有没有贪啊 不贪 不堪你的心 就是不是很自在啊 对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很好吃很好吃 哇 那你这个 那你嘴是不是就很贪着吃的那个 一贪着吃的 你是不是你的心也都 心也都被脚枪不杀了 哎 哎 就这个道理啊 住在人间 家在彼岸 这些人的心怀大悲怨 心怀大悲怨 世事变幻 痛苦交接 痛等涅槃山 我们相聚 吹随火火而来 云录 云彩 云彩 不 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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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i Mori Maha Moana Yesu Ha 下面一句呢 驰骋舔烈 令人心发狂 当你心放着于外 你追求着外在的内物的时候 你的心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时候它是无约束的状态 我们现在社会的人是不是这样 他们的列入是什么 人民币 美金 欧元 地位 种种 财色酒 财色酒气 对不对 真嫌气我要真一真 什么叫气啊 真嫌气 虚荣心的就是 您有我不能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那心是不是发狂的 当今世界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发狂呢 因为它驰骋舔烈 心向外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心就迷失掉自己的本心了嘛 所以发狂 难得之祸 令人心防 你看到你喜欢的东西 你还走得动路吗 跟爸爸妈妈路过一家冰激凌店 你还走得动吗 我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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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因为这个是难得 这个难得比较自己喜欢的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好嘞 这个行为也就跟着他去了嘛 所以说 事已 所已 前面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一个不懂道理的人 迷失在境界里 眼睛迷失在五色之中 耳朵迷失在五音的 这个动听的声音里 口迷失在无味的美味佳肴之中 心迷失外在的这个 森罗万象 我们的行为 总是要争取 大家都认为很中贵的 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些对不对 那这些是怎么样 是不是消耗了自己的生命啊 你逛一趟街 逛一趟街 逛一趟街下来 买东西的话 买东西的话 是不是钱花掉很多 就是 那我不买东西 我把皮夹子赚得紧紧的 我只看不买 那你逛一天下来 你人累不累 累 那你精力是不是消耗了 是 但是你的精力 你的生命 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有限的 那个逛街 迷失的财色灵石 迷失的色身香肉处法当中 你叫迷失 是你是对得起自己 你还是对得起父母啊 全部对得起 你就对得起那些卖东西的人啊 你不去逛街他开什么店啊 但是大家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的 夜夜相扣啊 所以大家就生死能回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就是开店里的猎物 你知道吗 你不去逛街 不去那个 他那个开店 他就补哪一个猎物啊 他张了网 就等着你们逛街的人来啊 对不对 所以把那个官装要设计得很美很美 对不对 就要迎你们 要把那个哦 那个咖啡里面香料夹得足了又足 哦咖啡咖啡 然后卖羊肉串的那个傻的那个花椒啊 什么东西 哎呀 摘了摆了 哎呀 然后熏了那些 拿扇还扇 哗哗哗哗哗 哗哗 看着你们 是吧 他拿那个串 羊肉串 然后那个猎物 他看着你们是谁是他的猎物 对不对 就像钓鱼的人撒米一样啊 为了要钓到鱼撒一把米下去 然后拿着钩子在那准备着钓了 看谁上钩 哎 开店的人是不是也是拿了一个无形的钩子在那里钓啊 哎 所以你智慧的人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去上当 会不会去咬钩 哎 是于圣人 为父不为母 这为父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 哦 我聪明 我有智慧 我看着都是假的 眼见都是假的 吃在肚子里才是真的 是不是这样 那你就去买羊肉串去了 不是这个的 为父之代表什么 代表 回归于本性 因为元气啊在丹田这边 人的元气在丹田这里 如果丹田的火一灭会怎么样 丹田的火一灭了之后 这个水和火不积际 水和火不积际 水和火不积际 生命的所有的这种精英气神 就会耗散掉 人就是这时候吃也吃不尽了 吃不尽怎么样 就开始掉盐水 静脉里掉 掉到后来再没有 掉盐水也需要你有生命力 把它射受的 把它吸收 摄取这个 静脉里的营养的 然后营养的 这个能力都没有了 让你静脉 所以说要掉进去 人浑身发肿 发脏 稀疏不掉 静脉都满了 懂不懂 所以我们现在能吃 能要穿 我们要爱漂亮 我们有虚荣心 这是什么的表现 这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 这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元气族啊 元气族 所以说呢 为了生命的本 故本 这个等于说 为父不为母 这就是故本 不求母 知道吗 我们呢 我们现在人是什么呀 我们是舍本求母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是故本 对这个母是 不所谓的 不为母 故去彼 取此 彼是什么 彼是迷失的状态 没有真理的状态 一个没有正知正见的状态 一个行为放逸的状态 把那个给去掉 取此呢 取一个守着真理的状态 就是做一个有理智的生命的状态 有意义的生命的状态 所以彼是毫无意义的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到不算 还给自己的生命的未来制造下地雷 埋下地雷 耗掉当下的生命 你耗生命 你有耗怎么耗的 你帮助别人做好事也耗生命吧 但是别人是不是得到你的利益啊 你的未来有没有得到你当下的利益啊 有 那你把你的力量去害别人呢 害别人怎么样 所以你看那前面有一句叫 持诚田烈令人心发狂 我师父曾经告诉我过一句话 因为我们的时候很感兴趣啊 我也曾经问过师父啊 师父 你会不会武功 你们有没有看到师父也会想啊 师父你会不会武功 有的社会上一看到我们出家人就 是不是少林士和尚 是不是 很多人都会想起来吧 所以小朋友我看这两天还能 嘿嘿 他还学少林士 好像我到庙里了 我做和尚 我要做少林士和尚 我要学武功一样的 但是师父跟我怎么说啊 说说练武的 心会发狂 我师父跟我讲了这一句话 我一直觉得思维 为什么练武心会发狂 后来遇到一位 他是这个这个 后来他来皈依我师父啊 后来我们长期的闭关在一起 住在一起 聊天的时候他谈起 他曾经读了很多佛学院 从普天广化寺佛学院出来之后啊 他又到这个 林延山佛学院去读 当时这个九几年 你为什么他读了那么多佛学院 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寺庙里常住 他是我们宁波人 林波人呢 他出家呢 就在我们的后山 蒋介石的那个家庙 叫小盘山弥陀寺出家的 出家不久 因为他这个离家太近 他家里人不愿意他出家 他有老婆有孩子 所以家里兄弟啊 包括那个娘家的人啊 不是娘家 叫什么家 也不是婆家对不对 是丈人家 反正是他爸爸妈妈家 还有他那个 他那个丈人什么家 对不对 两方的聚集起来 跑到这边 把他五花大绑里绑回去了 所以你看出家不容易的 他人出家不容易 我想想他哎呀 你看我们出家多简单啊 我们出家是 哦信徒我家里人 亲自把我送到寺庙 因为他那个出家 他那个出家 那个就这么惨 对五花大绑 开架的飞机回去的 你看 后来他又想出 想尽了种种办法 他又一次有机会逃出来 逃出来 所以就不敢住的这么近 就跑到福建 就开始读佛学院 读佛学院 读了一个佛学院又一个佛学院 读了有的这个佛学院 没毕业呢 读了比如说一两个月 好像家里有人要找到了 赶快跑 哎呀就这样 跑 读了很多佛学院 后来在林彦山 我们就遇到了个法英老和尚 法英老和尚 法英老和尚是 经过文革没有退行的 保持着纯洁的 道性的 坚固的道性的 所以这老和尚是大成就的 大成就的 最后这个老和尚 圆集之后火化 他的舌根不烂 拿出来敲钉钉钉钉 他在生的时候就说过 所以我跟你们讲的法 都符合以佛的意义的 不会错的 这些何为证明 他说我死后舌根不烂 老和尚生前就讲过 所以呢 我这个师兄呢 他在那边学啊 就是清净了这个老和尚之后呢 他以前就喜欢练武 太极啊 八卦啊 行义啊 反正什么拳 这个每天早上的自己 都要去练练武 然后 后来他那个师父就知道 师父就跟他说啊 这个 学佛之人 修行之人 最好还是不要搞这个 为什么呢 师父他就说了一句 说这个饮酒 虽然也能够参禅 但是这个禅中 自有一种酒味 酒的味道 下棋 虽然也能悟道 但是道中寒肠的杀鸡 哇 这句话讲中要害啊 你看 所以你看做人要不要听智者的语言啊 他一听再也不练武了 再不练武了 所以我师父说练武会令人发狂 所以我后来我也很感兴趣啊 我后来少林寺去了好几次啊 然后跟那个 那个永信方丈 我们也谈天啊 然后他的弟子 我们就 他的弟子就更多时间陪着我 然后都很熟悉啊 包括这个这个 包括我们 我们在座的 也有少林寺出家的 我那弟子 宝爵师父 本来我是要叫宝爵练你们两招的 教你们两招少林功夫的 但是这次好像没什么时间 我 但是我 我一直按下 我私底下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练武是怎么个过程呢 很多人练武啊 心中还是有杀机的 他们白天练武 晚上就跑出去跟别人打架 他那个打架 他这个打架 与其说是打架 不如说是偷袭 他不是正大光明的 只是把他的招数 他是觉得练一下 有实战 他把别人击倒啊 把别人打伤啊 他有一种胜利 有一种这感觉 这样九二九十怎么样 他是不是人了 他变罗刹了 他变成阿修罗了 阿修罗好斗你知道吗 罗刹就是 他喜欢把别人 战胜别人 他好胜心强 他们害别人 别人的痛苦他无所谓 有别人 打你一拳你痛不痛啊 痛 你这一辈子是不是说 引以为耻辱啊 是啊会痛啊 你跟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痛不痛啊 痛啊 爸爸妈妈想我孩子在乱被人欺负 心里面难受不难受 难受 对啊 就是啊 所以那样子如果为了一个练武 而就想打别人 就这样是不是很不好很不好啊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我与其有这样的心态 不我不练 不练 我永远保存我有一个慈悲的心 对不对 永远有慈悲的心 有慈悲心的状态 这个生命 不要有 为了我有一点本事 我然后天天就想着怎么打别人 对不对 不好 所以我这样才慢慢才理解到 我师父讲的 为什么啊 练武的人啊 心狂 发狂 当然 也是有啊 个别的啊 但是我 我研究了多少年发现 在初级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有这种 大家的心态 大家都有的 但后来怎么样 到时候你这个拳头有多厉害 拳头厉害还是子弹厉害 就是嘛 是不是 就是所以这个时代已经那个过去了 所以我看到 有时候看到这个世界 我去少林寺看到登峰市 七十八家 那个时候前几年说七十八家五校 在校学生有将近三十万 哇 整个操场上满满的都是人 都在那哈哈哈哈 我就觉得很可悲啊 这个时代了 还是搞这个 强身健体 固然可以 但是如果把其他都忽略了 以这个为重点 这个民族也太糟糕了吧 哎 我们现在这个人呢 这个 这个 没有这个决心 哎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大家要抓住重点 要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哎 这个很重要 哎 所以这个去 比 不好的要把它去掉 取辞 啊 要归入到圣贤之道里来 啊 所以今天 我们下午讲课就讲到这里 第十二章讲完了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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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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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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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天罗地网》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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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天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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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罗盛 《天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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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罗盛》